今天要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是 真正大格局的人 不解释 不纠缠 不责备 作家何全峰曾说 气度变大 抱怨就变少 胸襟变宽 路就变广 格局够大 问题就消失不见 人生的很多问题 其实不是来自外界 而是来自内心 格局小的人 容易在琐碎的小事中沉沦 格局大的人 不解释 不纠缠 不责备 自在沉静 豁达从容 一 不解释 众境界 看过周杰的一个采访 当时周杰在排练 北京法院寺这部话剧 记者和他聊起 十几年前 他和陈道明闹矛盾 而被封杀的传闻 周杰说 陈道明是我师父 怎么可能因为一点小事 我师父把我封杀了呢 记者问他 为什么一直不解释呢 这些谣言对你的名誉 是有伤害的 周杰说 伤害就伤害了呗 知道的就会自然知道 不知道的人 跟他说有什么用 周杰在消失在大众视野之前 被屡屡造谣 但是他从未出面解释过 专心经营着自己的农场 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而当年的各种谣言 也随着时间的推移 渐渐消失掉 孔子说 人不知而不韵 不亦君子乎 别人不了解你 你也不生气 这不就是君子吗 人生在世 每个人都会被误解 被误会 你永远不知道 自己在别人嘴里 有多少个版本 如果总是在解释 那这辈子 又有多少时间和精力 可以浪费呢 很多时候 沉默不是理亏 而是一种格局 一种境界 东汉有个 着帽让马的故事 开国大臣着帽 功勋着助 但是为人性情宽厚 仁义待人 有一次 他骑马出门 遇到一个人 非说马是他丢的 着帽问他 你什么时候丢的马 那人回答 一个月前 而这匹马 着帽已经买回来 好几年了 明知对方认错了 但是着帽却没有解释 把马给了他 身边的人都不理解 过几天 那人找到了丢失的马 将马还给了着帽 并表示歉意 着帽不予计较 原谅了他 事情传出去 大家都夸赞他 敦厚仁慈 古人说 风流不再谈丰盛 袖手无言 未最长 比起解释 沉默是一种 更强大的力量 一言未发 但却远胜万语千言 当一个人不愿解释误会 反而用自己的力量 去化解 去背负 这样的人 宽厚仁慈 福泽 也往往更加深厚 二 不纠缠 是洒脱 陆游曾写过一篇 东坡石汤饼的散文 里面记录了 苏氏的一件趣事 苏氏苏折都被遍南方 在苍州和吴州之间相遇 兄弟两人分外高兴 看到路边一个卖面条的 两人一起坐下来吃面条 面条很难吃 苏折拿着筷子 唉声叹气 苏氏三两口吃完 看着弟弟愁眉苦脸的样子 笑着说 面条这么难吃 你难道还要慢慢咀嚼吗 人这一生 总会遇到不舒心的人 不如意的事 与其苦苦纠缠 不如果断放手 越过去 往前走 着眼于那些美好的事物 才不至于辜负自己 辜负人生 有个老人家以打铁为生 家里有个祖传的紫砂 天天拿着喝茶 文物商人见到了 一眼就认出 这壶出自名家戴镇公之手 于是和老人商议 以十万元的价格买下 由于茶壶是老人祖传的 老人有些不舍 最终没有卖掉 过了一段时间 那个文物商人 想来老人家收壶 这次开到了二十万元 并且直接带来了现金 大街小巷听到这个消息 纷纷来到老人家里 想看看二十万一把的壶 到底是什么样的 谁曾想 因为人太多 有个小孩被击倒了 孩子正好碰到了桌子 茶壶掉在地上 应声而碎 孩子的父母 顿时惊慌失措 盲陪不适 说这么贵重的东西 自己倾家荡产 也是赔不起的 然而老人却并没有发怒 而是沉默了片刻 长须一口气说道 算了吧 碎了就碎了 反正又不能复原 纠结愤怒又有什么用 日子舒心比什么都重要 老人倒是洒脱 还是像以前一样 卖菜刀剪子 据说他一直健康长寿 活到了一百零二岁 《笑傲江湖》里有这样一句话 人哪 要学会往前看 因为每一天 都不可能再回头了 面对那些糟糕的经历 无能的愤怒 我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大步往前 不要被其所累 不纠结 不计较 坦然接受 然后略过 格局放大 眼界放宽 人生的旅途很长 不必拘泥在一石一地 三 不责备 是豁达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两名士兵在一次激战之后 与部队失联 两个人在森林里艰难跋涉 过了十余天 依然没有赶上大部队 而他们已经断粮 只有年轻士兵身上 还有一块鹿肉 在一次突围之后 两人刚熟一口气 年轻士兵突然中了一枪 后面的士兵惶恐地跑了过来 泪流不止 并赶快帮他包扎伤口 两人一夜无话 都觉得求生无望 而那块鹿肉 谁也没有动 第二天 俩人被部队找到 得以活下来 事隔多年 那位受伤的战士杰克说 我知道谁开的那一枪 他就是我的战友 当时在他抱住我时 我碰到他发热的枪管 但是我却没有恨他 因为我知道 他独吞鹿肉 是为了活着回去 照顾他的母亲 战争太残酷了 他母亲还是没有等到他回来 我和他一起祭奠了老人家 那一天他跪下来 请求我原谅他 我没让他说下去 我们又做了几十年的朋友 我宽容了他 一代宗师里面说 人这一生要见自己 见天地 见众生 见了自己内心的真诚与虚伪 也就懂得了尊重与理解 见了天地之广 明白自己的渺小 也就生出一份豁达 见了众生 明白了众生之苦 所以就懂得了宽容 当一个人 跃进千帆 动名逝世 内心自然生出一种 慈悲与宽厚 对于别人的伤害与过错 就没有那么多的愤怒和责备 三国治理 刘备攻打落成的时候 刘章之子刘巡率兵抵抗 刘巡坚守城池 刘备久攻不下 军师庞统率中攻城 被飞剑射中 不幸离世 城破之后群情激愤 将士向刘备请命杀掉刘巡 刘备却说 各为其主 又何错之有 最终宽恕刘巡 放他回到刘章身边 刘备的大度 最终触动了刘章 率领益州百万军民 开城出降 而得到益州的刘备 不仅很快俘获了人心 也有了和曹操孙权 一较高下的资本 属于刘备的时代 终于到来 古人说 非宽大无以肩负 非慈厚无以怀仲 心胸宽广 仁慈厚道 才能赢得更多的支持 宽容是一种心量 更是一种格局 唯有那些智慧通达的人 内心才不会打劫 这样的人 才能容忍 度忍 阿甘曾说 人生是一个不断 剔除的过程 慢慢知道 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不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当一个人 见过远山沧海 眼前的苟且 就变得微不足道了 别人的非议 无谓的纠缠 内心的怨恨 一一放下 只有这样 你才能轻装前行 奔赴更美好的未来 今天给您分享的文章 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守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